现在呢中原普渡大家到这个大卖场去买东西 想说买个糖果散装呢应该是比较便宜吧 结果仔细看看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哦 因为有民众发现说 如果你买的是100公克的散装糖果 结果呢会比同样100公克包装好 放在架上的糖果还要贵4到5成 有些糖果呢比较重 像是呢羊羹就足足贵了有3倍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业者说因为呢散装是可以试吃的 而且呢还可以混装 所以价格就会比较高 大卖场的散装糖果 每种口味价格以100公克为单位 加木表上写着100公克29块 看起来很便宜 但其实这样买贵很多 在这边买的比较贵 就是这种 给有人买的都不会这么说 这个如果去干嘛点会比较便宜 业者不会言 同样的东西杂货店卖的比较便宜 为了招揽生意还不断推销食吃 其实同样的商品在大卖场的货架上也有 以100公克为单位 一模一样的牛奶糖 盒装只要21块 散装称重100公克就要39元 足足贵了18块 梅子糖盒装100公克卖25块 散装变成29元也贵了4块钱 小包装的羊羹盒装100公克将近20元 散装100克就要60块 更是足足贵了三倍 它称的那个都不会比较便宜 真的比较贵 一直都比较贵 买整包的都比它称的便宜 多元豪卖大概是买包装的 比较便宜 对啊 厂商有它一定的均货价格 跟我们的一个售价 或者是我们的特价 那一般散装的糖果呢 它可能就是 它消费者有另外一种选择 它可以选择它喜欢的种类跟数量 下去做一个搭配 所以可能价格上会稍稍有一点点不一样 虽然散装糖果让消费者 可以任意挑选口味 想吃多少就买多少 不怕买太多 但同样的东西 在同一间卖场就贵了这么多 难免让消费者觉得很不划算 这位新闻 陈胜宇 黄佩如 高雄报导 这位新闻 陈胜宇 黄佩如